好,最后这个MQTT版的这个冰果游戏呢 其实冰果游戏我用Smart已经有讲过蛮多次了 但是我们用Bit玩的比较少 那它也是一样 其实你还是要知道就是这个流程 原则上冰果游戏就是看你的号码数 好像我就会有这种东西 因为那个有做模糊 所以你们看不到大概是大概像这样子 反正那个号码就是随机的这样子 但是因为各位现在在远端又没有怎么办 所以我有帮大家准备这个 线上的冰果游戏卡 一样是75号的 所以你如果想要玩 你就可以来这边抽一个号码 那个demo 好,我把这个给大家好了 你只要按下去 这个网址我给大家 每个人按下去 取到的那个数字都不一样 排列都不一样 你们帮我看一下有没有 好吧 你们看一下 点下去有没有跟我一样 应该没有吧 有一样的请举手 我已经有人在点了 这样了解吗 这个还不错 它就是抽 它会从75号里面去抽出来 那这个东西 你可以自己设定 看你要几号的 里面可以放图案 这是线上的那个 有没有 这里还可以放图案的 所以这个还蛮好玩的 这都免费的 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几格 然后里面要放什么图案 要放数字 是所有人都可以玩 还是就是 只有知道网址的可以玩 嗯 像这样子 这样清楚吗 然后呢 就是搭配这个 对吧 苹果游戏就是啊 我中了 我就按一下 就把那个号码压下去 然后看谁最快达成几条线 就由你自己来决定 这样子 好 那了解 苹果游戏的 玩法之后呢 Smart的我也有留着 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玩 但是我们今天要玩的 其实是这一个 阵列版的 甚至呢 我还有加强版 哈哈哈 不过今天可能玩不到了 还是我们直接玩加强版的 一样哦 我也是用MQTT 也是用MQTT 这个 这个我应该拿到上面去的 对 就是我有主机端 有没有 这个是主控端 然后也有你们那一端的 接收端 好 那一样好的 我们还是玩一下 简单玩一下 让各位体验一下 不然我都有准备的 来你们把你们的接收端打开 好 那我打开我的主控端 老师这一端的 老师这一端的 好你可以执行下去了哦 有没有发现我这边 连那个BIT的 那个开发板 我都没有放 都没有关系 好 那我就执行咯 好 冰果游戏开始咯 等一下我把这个分页 分享给大家 因为这样你才听得到声音 玩这个游戏 声音很重要 哈哈哈哈 好 我把分页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这样大家都看到了 对不对 好 按下去 冰果游戏开始咯 这样有听到哦 按绿色怪兽抽出冰果号码 目前共有70个号码 好你看我还有把提示弄出来 还没有把它放到最大 然后呢你中间看到这个影片 因为我们BIT的25颗灯 很抱歉 没有办法用两位数的 我就在Canva里面自己做 做75个影格75页 那上面我就用这个 所以你看到我们后面这个就是 去年我们中兴工作坊有开那个 雷雕的冰果游戏机 我就做这个 好那你看我在下面这里 有没有按绿色的抽出号码 但是玩冰果游戏 就是有人会忘记 就是有人会忘记 所以我这里还可以查询1到5号的 有没有 那我按一下哦 那你看一下你们自己的画面 你的那个 影片你会跟着跑哦 然后按一下 抽出的号码是63 抽出的号码是63 有没有你们的会不会动 抽出的号码是63 抽出的号码是63 好你就可以像这样子 然后呢 抽出的号码是63 抽出的号码是63 哇卡住了 抽出的号码是5 我好像有少少做一个 跳一个 抽出的号码是62 有没有 这里就会念出来 我画面这个应该是少少一格了 还有这个我要改一下 但是这样应该各位可以 了解那个大概的意思哦 所以我们可以像这样去玩 那这个就会比较 我再搭配YouTube影片 所以我们可以玩的东西很多哦 好那你如果执行完呢 它放到最大 在右上角这里 可以把它缩小 OK好 哦所以呢 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啊 希望 给大家 可以了解一下 原来 玩假的 也可以玩这么多 哈哈哈哈 好 请问大家这样有没有问题 针对我们这两天 哦礼拜二跟礼拜四 今天 这样的内容 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人想要去买BIT的开发板了吗 好如果各位没有问题 我就把时间交给博云哦 哎 要麻烦各位 签退的问卷在这里哦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